大家好,自从学会用这种野菜蒸花卷,我家面粉都不够吃了。 味道清香鲜美,好吃不上火,松软又劲道,老公一顿连吃七个都不过瘾。 今天把详细做法为大家分享一下,下面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 接下来洗干净的马齿馅放到菜板上,再改刀把它切碎。 切碎先放到大碗中,然后再切点胡萝卜,改刀把它切成薄薄的薄片。 最后把它切成胡萝卜小丁丁,切好和马齿馅放到一起。 再放点中午吃剩下的葱叶,一根火腿切碎放进来。 接着往里面倒入普通面粉,大概500克左右。 再加入4克酵母粉,往里面倒入温水,把它搓成大面絮。 搓成面絮,用我勤快的小手把它和成面团。 最后把它和成一个软硬适中的面团。 上面盖上一个保鲜膜,放到温暖的地方,饧滑至原来的1.5倍大。 下面我们来调个油酥,小碗中倒入一勺面粉,少许的石龙盐。 再往里面倒入橄榄油,炒拌均匀。 像这样就可以了。 大家看一下,这时候我们的面开了满满的一大盆。 像这样就可以了。 现在把它移出来,放到案板上。 上面也撒点干面粉,揉一揉,把里面的空气排干净。 揉好之后,再分成两等份。 取出一份,再把它揉成一个圆形。 揉好,用手给它按扁。 按板上上面都撒点干面粉,这样在擀的时候不粘。 用擀面杖,先给它擀出四个角出来。 最后把它擀成一个薄薄的大圆片。 上面倒入我们调好的油酥。 用个油刷把它涂抹均匀。 抹均匀之后,从一头像这样往里面卷起来。 揉好之后,再稍微的整理一下。 改刀把它切成一边大一边小的剂子。 先取出来一个剂子。 用一根筷子从中间轻轻的一压。 好了,像这样一个麻糬芡花卷就做好了。 这样做的花卷简单好看又好吃。 然后锅中加水,把花卷一个一个的放进来。 放到之后,中间要留够足够的空间。 上面盖上盖子,再醒发十分钟。 打开看一下。 这时候我们的花卷已经醒发好了。 用手按上去,非常的渲软。 像这样就可以了。 再次把盖子盖上,开火,上汽及时,蒸13分钟。 好了之后,再焖上两分钟。 焖了两分钟,咱们先打开一点,把热气放出来。 这样蒸出来的花卷,不回缩不塌陷。 然后再迅速打开。 哇! 味道清香扑鼻,看着就有食欲,非常的松软。 有没有馋到视频前的你呢? 里面有野菜,胡萝卜,火腿。 每一层都营养丰富,留下野菜的香味。 自从小汇麻水片这样蒸花卷,我家面粉都不够吃了。 出锅,连吃七个都不够饮。 家里有挑食的小朋友都抢着吃。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吧。 好了,今天用马尺线为大家分享蒸花卷的美食就到这里。 如果大家感觉我做得不错,请点赞收藏,转发评论,支持一下吧。 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与支持。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 再见。 再见。